然後我們看來這題喔 他說A為時數 他說這個翻程式有十根 求A是多少 好不好 這個翻程式有十根 那怎麼算 拿去假式好不好 以後明明這是一個虛數翻程式 因為明明翻程式當中有I 有沒有看到 今才有假 今才證明是一個虛數翻程式 既然會產生有十根 像這種題目 我們直接去假設 設十根為幾為K 好不好 我們直接去假設 去假設十根為幾為K 這樣行不行 既然根為K 那不要客氣 麻煩你把AK用幾代 K代代進去好不好 把AK用K代代進去 所以代進變成3K平方 加上A加I乘以K 加上2I等於0 這樣行不行 如果麻煩你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3K平方 加AK 加KI 再加上2I等於0 如果麻煩你把它整理一下 有I和有I在一起 沒I和沒I在一起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把它整理一下 沒I有誰 沒I是3K平方 加AK 有I的地方提出I 變K加2I等於0 所以說注意聽 這邊是十步 這邊是虛步 等於0 可見老師可以知道 既然這兩個是0 所以說我知道 十步的地方會是7 0 而且西步的地方也會是7 0 所以說麻煩去算出來 K加等於0 可見K就是7 -2 所以K用-2代 負二平方是3次12 12-2A等於0 所以A就是7 6 這樣行不行 所以算算A就是7 6 好 這邊看一下